国防大学七年前一起害人的霸凌致死案轰动全国 国防部部长纳都斯里卡丽诺丁表明 部门已经向有关学府下达通知 希望对方吸取教训 确保类似的悲剧不会重演 没关系的许多检查 房长今天出席活动后告诉媒体 虽然国防大学的监管权 不在部门的管辖范围之内 但这所学府负责培养国家 所需要的军事和文职毕业生 因此绝不能掉以轻心 上述庭桑思上个星期推翻了高庭 误杀罪名成立的判决 改判六名被告谋杀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